大家好 這一講我們是學習 怎樣去操作 Google 上寶 我們怎樣應用程式 去找上寶 在這裏 我們開啟 開啟 開啟 現在第一個頁面 你見到下面這裏有三項 一個小幫手 黑色 現在這個相片的藍色 上寶 黑色 即是顯示 相片這項項目給我們看 這個相片的排列 它是以日期來做分類 所以又比較麻煩 看看這裏 它也是以 日期來排列 你用文件夾 就要另外自己到時一會兒去學習 好 我們先由相片這裏去學習 左上角這裏 有三畫 這就是功能鍵 它顯示到有這麼多項的東西 我們怎樣去操作 Google 上寶都是由這裏去決定 第一個 這個東西 是你自己的賬號 因為你進入去的時間 你一定要有一個賬號 這個賬號 就是你本身 手機上面 那個Google的賬號 你最緊要記住密碼 這裏有新增賬號 這個移除使用中 移除使用中的賬號 新增賬號 就是你現在這個賬號 轉換另一個名字 就是這裏 新增賬號 其實是去到賬號 那裏 跟這個無關 在設定那裏 這個管理賬號 你看看 用哪個去管理 現在我們本身是用了Google 這樣就沒有理會了 這個基本上 你進入去之後 這個你就不要搞了 放出來 第一個 以分享 看看它 以分享這個 其實它的內容就是 你曾經 用一個電郵 傳送一個連結 給一些朋友 這樣去分享 你自己的檔案 是做過哪些呢 這樣 這裏就有個記錄 這個其實是記錄來的 你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我們就知道了 好 第二個 再點回它 第二個 叫裝置資料夾 看看 這個 這個裝置資料夾 就是 本身 你自己手機上面 那個 資料夾 那些相片的資料夾 不是 你自己手機那裏 那裏 那裏 你自己可以去核對一下 那我們又再翻出來 再繼續進行第三個 這個 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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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這裏沒有東西 那就是說 垃圾桶 我試試找個東西做 先出來 找個東東來做一下 看看有什麼 好像很多東西 那裏沒什麼垃圾桶 那裏沒什麼垃圾桶 那裏都是有用的東西 那裏 嘗試這個 按住它 那裏 那裏 這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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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部機器的功能鍵在左下角 你們可能在上面 我們現在在這裡看看 它復原了 就回到這裡 就是這樣的功能 60日後自動關門 下面釋出空間 釋出空間 你最好就真的不要弄它 這裡它弄了什麼 主要就是你最重要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備份與同步處理 你就怎樣關閉 其餘的你不要弄它 釋出空間 它問你備份 即是說你手機裡面的 第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個裝置的 裝置的圖片 裡面的東西已經拿上來 和你備份之後 它就和你關掉 那你就真的不要拒絕了 你自己主動權 在自己喜歡關閉 喜歡不關閉 如果不是 你所有的東西 它都和你全部放上去 你這個就不要拒絕了 這個就拒絕 我們又退出來了 又繼續去看看別的樣子 掃描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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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相同 有沒有一些 或者和你按照你的樣子 來分開相片 或者什麼 我這個就不安裝 這個是軟件 我們又繼續 繼續這裡 就是設定 設定裡面 每一個軟件都有設定 你自己去 去留意一下它 這裡就關閉了 釋出裝置儲存空間 這個就不要拒絕了 它說 將以備份的原始相片和影片 從你的裝置刪除 不要 一會兒你不見了 不知道怎樣 有一個就說 SD卡存取權 這個你就要允許它 允許它 為什麼呢 因為 可能你的手機 未必是 三星自從去到 4之後 你想移動相片 在裝置移動的SD卡 那裡就要授權給它 每一次都會問你的 大概是這樣 這個就說 下面Google雲端硬碟 在你的相片庫中 顯示Google雲端硬碟 相片和影片 這個是可以開了它的 相機捷径 就是說 將你Google相簿的東西 放在你的相機那裡 你一拍了之後 就立刻會第一時間 傳來這裡 不要搞了 這些東西不要搞 有一個移除地理為止資訊 就是說 你在學過拍攝照片 那個時間 其中有一項 就說可以切自地理資訊 那現在這個 你就是開啟了 即是關掉它 不要傳照片出去 讓人到處看到 那如果你要切就切 那我就不切 那這裡就說 在這個裝置那裡 顯示東芝 那我都會刪掉 免得太麻煩 太多了 那你準備用什麼聲音 震動 這個就不要管 那你下面那個 關於Google相簿 我們開去看看 這個就看到它的版本 即是知道你新還是舊 這些壽馬拳 這些通通都是條文來的 你們看了你都不懂 我們不要看它 這樣就出來了 好了 繼續出 那現在呢 再繼續去點它 裡面有一個叫提供意見 提供意見 其實這個是一個電子郵件 那個接收人 就是Google相簿 那就是說 你自己 在操作過程 遇到有什麼問題 覺得解決不了 那你就寫在這裡 寫在這裡 它可以允許你 最好你發覺了問題 那些 你就截了圖 傳到這裡 傳給總部 總部會有人解答給你 到時候呢 它就會在你的電子郵箱那裡 就有通知你 怎樣去處理 這樣的 那你有空試一下吧 沒有所謂的 這裡 就退回來了 好 那又再開啟 最後一個就是 說明 說明呢 其實很多 你凡是Google裡面的東西 你都可以盡可能去看一個說明 說明裡面其實就是 解答了很多問題 其實都是一個講義來的 是教我們怎樣去操作 這個Google的相簿 你逐樣去看看它 好像這裡這樣 刪除相片和影片第二項 看看它究竟是什麼問題 他就說 你選擇 我們是安卓的 一定要點這個安卓裝置 如果你點了旁邊 那個iPhone那些 不關你的事 授權刪除SD卡中上面 剛才那個就有一個叫授權 就說怎樣做呢 他就這樣做 檢查你使用版本 是不是安卓L 或者M 他教你怎樣 我不講了 你們自己去實踐一下 學一下怎樣去看 這個呢 我們出回來了 這個就是 我們怎樣去學習這個 Google相簿 大致就是這樣 不忍耐了啊